来 各位 我们今天再讲一下值星与限动量 值星就是N个值点组成的系统 值星可以定义为以下的坐标的点 像这些公式都是 等一下 这些都是 其中它的M就是系统的总质量 值点系统的牛顿第二定律 任何值点系统的值星的运动 均由值点系统的牛顿第二定律所支配 即F等于MA 然后限动量即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单一的质量的限动量定义为P P等于MV 牛顿第二定律的动量表就称为这个 F等于底P然后底T 然后P等于MV F等于底P除以底T 碰撞与冲量 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以形式应用到 包含在一个碰撞过程中 类似指点的各物体上 可以导出冲量还有限动量定理 其中 这个的限动量的变化值就成为冲量 来自碰撞期间 物体施予一个物体的力 好这些都是它的公式 看一下 然后限动量的手痕就是一个系统是孤立的 没有净乎ID作用 P就是保持常数 也可以写成这个 好接下来讲一维非弹性的碰撞 它的向量式就可以写为这个 然后速度的分量表就可以 就是这个 然后执行的运动就是两个物体 碰撞物就形成了封闭固定的系统 执行并不会碰撞影响 执行的速度并不会因碰撞而改变 然后它的瞬间的速度表示就是这两个 它的二维碰撞公式 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 就是这些公式 看一下 然后这是变动质量系统的第一火箭方程式 然后这是第二火箭方程式 好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